第四十题 某某天大楼在施工期间工人不慎让一只螺丝钉和一颗螺帽分别从同一高度由禁止直接掉落至地面 已知螺丝钉掉落到地面废迟8.0秒 且螺帽的质量是螺丝钉的两倍 假设在掉落过程中所受的空气阻力忽略不计且当时无风 则螺帽掉落到地面所需的时间为几秒 这是一个标准所谓自由落体的问题 我们自由落体自由落下的时候 东西在同样高度自由落下 他们着地的时间是一样的 他们着地的顺时速度也是一样的 与他的质量并无关系 所以质量是两倍并不会影响他落地的时间 所以螺丝钉花了8秒钟 那么螺帽也会花8秒钟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 则螺帽掉落到地面所时间为几秒 我们答案选的是C8.0